好,來看一看 好啦,那 好,觀眾家也要到達了 好,那 好,那簡單,開一下場 開場我想要用 好,我想先做一點事情 你上台大經濟系的網站 你看到說 台大經濟是多富生 多厲害,有多少學者 可以演多少學生的 戲 但是你不會知道你在這裡 為什麼要學經濟 所以我從 UCLA 上面把 他們對經濟學 為什麼要學經濟的話 我來聽一下 聽一看,你覺得有多好 他們說 It's a competitive major combines students with numerous training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pproaches to real world problems In doing so, we equip our students with the skills needed for successful careers in a variety of fields including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finance and economic degrees encourages students to think frequently about the world around them and provide a framework in which to analyze human behavior Our major also serves as excellent for advanced degrees in many fields 你應該聽完覺得 這是一個很大的科系 原理上 對 在國外很多人都說 經濟一定是所有科學 社會科學的基礎 但你在台灣的上 你在這邊 可能 你學到大二大三 你根本什麼感覺都沒有 那我說 應該這也是正常的分別 不過 好 這就當作我一個引導 我們開始 那當然 接下來一分鐘 我們可以自己打歌 所以沒關係 先說一下 感謝一下 我會站在這邊說 我需要的感謝 反正正有直播 感謝教授 好 好 他是助教 那同學的話就是 今天所有套魂跟以下的人 聊過 或是之前的間諜聊過 那感謝同學友 陳宇淳 瓜乎 北部 楊宰 瓜乎 李鑽 瓜乎 小輝 陳臺宇 瓜乎 啦 還有我的Banky們 好 所以感謝你們大家有 用給我很多點讚 好 那 改憲的直播完了 下一開始就是正題 好 好 經濟學 你學完之後 找的變成什麼樣子 或是說 你在台大經濟畢業以後 你要怎麼看自己 李亦廷老師 貨幣押學 最後一堂課會給你們說 無論如何你從台大經濟畢業以後 你也一定算是一個經濟學家了 你要能夠用我們學的理論 去講社會的現象 同時 陳宇淳老師有說過 如果你B.A.後 公司主管問你 啊 台大經濟系 你怎麼什麼分析都不會 那你看看你可以怎麼辦 可是林宇淳老師 在不久以前的小畢點說過 因為你們可以 讀兩個禮拜 就過期末考 然後就拿到這個學位 因為你們可以 找到兩個很猛的健康 然後念自由啟事 於是你就過了每一科 所以他留給我們說 你們畢業 我要給你們一句話叫做 你沒有起居了 這是林宇淳老師 在小畢點上面 跟我們大家說的話 他說的一點沒有說 他對研究生 不需要說這一番話 研究生他們 有非常紮實的理論訓練 但在以大學徒學生來講 我相信很多人沒有 或甚至你也不知道 為什麼你要學體系這些東西 那我就不如不吵了 大一開始的 這些經濟學開始 等一下會慢慢一個一個大一道說 我覺得學完這些東西我缺什麼 我覺得你們學完之後 你們可以去怎麼做 才可以補出 我認為一個學生可以有的能力 至少你不要服服社外人 就有一個訓練出來 那如果問老師們說 你們期許這個系的學生 畢業後可以怎麼樣 馮國漢老師說 他會覺得 比起你畢業後如何 他比較希望你用大學四年 至少完成一件 真正關於你人生的大事 蔡總正老師說 他只是想把很多其他老師一樣 他希望大學四年 真正了解你到底要做什麼 或是至少否決掉一條路 例如 像陳旭生老師 他就說他大學四年 之前一件事 那就是他不是一個圖塊體系 蔡總正老師也說 他大學四年發現 他不喜歡國貓 而喜歡經濟 莫明慶老師說 他大學四年讀了 那麼多奠記 直到大四修了不聰明的經濟學院裡 才發現原來他有些任何東西科 如果你大學四年 能夠非常徹底去了解說 我適合什麼 我要做什麼 我會比什麼都重要 所以 我會提到說 至少選一條你不會後悔的方向 至少你嘗試過 例如有人問說 我走金融業可不可以 如果你什麼路線 你什麼都沒碰 你沒有實際過業 沒有跟任何實際過學當節 深入對談說 那金融業你可能碰到什麼事情 直接說我不適合金融業 那我覺得你還是有可能會後悔 但後悔的時間越晚 這個人對你未來人生的影響可能就會衝擊越大 那可能過二十年後你就覺得 我在台大其實也不怎麼樣 啊台大就這樣 他的資源也就這麼多 所以我覺得好像也沒差 所以人生就這麼過了 好 好 來 介紹 然後民主當節結束以後 出看大一的時候 我們金融業會學到什麼 不是 金融業三一開始 老師們都想去慢慢學得很好 尤其像你修羅王道一般 你玩了一堆的谷克牌試驗 老師可能只是想要告訴你說 我谷克牌可以告訴你 這個社會商人一買一賣 他可以要跑成交 到後面你說 如果我有十張扶克牌 你們有十個人要跟我來 湊一組一組牌 我要怎麼樣可以賣出一張扶克牌 就叫我平均價格 那就是我把一張燒了 告訴你供需不平衡 他可以用什麼樣實際壓力來講 那你把扶克牌引申成廠商 他就是下一步 你應該會覺得經濟學很好玩 如果你不覺得的話 你沒轉心我真是太慶幸 但是 你學完經濟學好比以後 另外一個小問題 今天社會上爆發一次任何一期的事件 還夠有多少事件是拿經濟學來解釋 可是上經濟學是可以解釋 人關於人類行為的事情 但你背後缺了什麼 有同學給了我這樣的解釋 叫做 經濟學我們沒有學 以往是叫做經濟的哲學 不曉得經濟它背後有什麼樣的敗落 就像社會系你可能還會想 我們學資本主義的東西是錯的 但經濟系 我們很多人都會被罵說 你們這些人只在想資本主義怎麼建構 沒有想過社會公平的問題 對我們真的沒有想過多 你可能要學公平配置 或要學演藝化的都是三年後的事情 所以資本主義這件事情 它到底對經濟學在有多大的比例 或者說 你學經濟學到底能解釋多少社會上的問題 如果你現在在學經濟的 我覺得沒問題 你慢慢想一下 因為這種問題會引導你走向說 我怎麼能律用這個經濟的思維 到你生活的每一個邊邊角角 每一個人可以看到的空間 就像我為什麼可以在 我剛才看到一個計程車司機 在三年前的市政府在前自殺 第一件事就想到的是 政府是不是真的虧待計程車業 我覺得這一條路走到現在 歐市檢測的論文 中間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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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經濟學的事實把它對連起來 如果我沒有真的想那麼多問題 如果你沒辦法think like an economist 你過了三年 過了四年 或許你看到的經濟學 也只是一些建立的模型 模型怎麼建 你寫給老闆他什麼都不想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能把它變成一個 是有生意福利的back edge 一個很有生意福利的放賴 一次丟給一個老闆 告訴他說 如果你不遵循哪一條路走 後果是什麼 我相信你這一條路走 比你華麗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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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現在要在什麼年是大二 修個總統 你應該叫什麼叫做 啊我修個經跟總經 不就是把經緣延伸 好像多一點的色素 那讓我說實話就是 你真的修了個分總統的機會 老大之前都是一個分分 你會發現你的個經跟總經 其實也是學慢料理 你可能有多一點方法來解釋社會現象 就像我都跟你說 我現在看一個人在吃漢堡 我在猜他的utility curve長什麼樣子 我在猜他 是不是要多吃一個漢堡才會滿足 還是要多喝一杯可能才能滿足 到大二好像發現 我做了那種東西叫做 我可以變客觀的角度軟社群這個資訊 我在大一你可能想像每個人的 每個人的效用都可以長成一條漂亮的V曲線 大家會告訴你說 沒那麼漂亮 你要藉由他的行為來解釋 可是 為什麼你可以用行為解釋 V曲線為什麼可以化成這個樣子 不好意思 你要等到各輪的時候 慢慢去一步一步推導 甚至你需要用一些高維 分析導的等等 才知道為什麼他長出來是一條線 這個集合為什麼我們空間裡面還該在限定 所以我的答案是 如果你喜歡大二的各種同學 這就是所有的年紀 大一差太遠 因為你還沒有把經濟學加上足夠的數學 但是這不代表大二你不用很多學 因為這只是把 這是從你大一到大二的路程上 把你能打更紮實一點 換言之 大一你看我會提到什麼東西叫做 我們現在在過一個有趣的家庭 我要想化其替代效果 要想到我的子子孫孫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我的子子孫孫可以自帶給一個人 這些東西可能是你大二會引發你去 你都在想的內容 或者說大二像包青森老師說的 你需要去了解更多經濟的背後的intuition 去直覺 所以再重複一遍 我會一直拿計程車來一直來求你 因為那是我輪圍在寫東西 今天你看到捷運多開挖一條線 你的頭腦裡面應該要想到的是 計程車全部都GG了嗎 還是 它其實跟計程車可以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沒有一個非常完整的邏輯思維 人云亦云就跟你說 我今天搭了幾乘車就不會搭捷運 或是今天走出一間一站客人搭捷運車 覺得他們兩個要完全漂亮有無敵 那你的思維就不斷在辦了 你並沒有把一個問題想到非常完整 大三、大四這兩年 應該是在經濟系學生來講最可怕兩年 為什麼 其實最可怕也是最開心的兩年 因為我們不反抵要選擇課 想想大二的貿問 大三的貿問貿測國際 有些人大二就修好了 那你大三就不好幹嗎 我們說經濟系給你實在太多自由了 那就是希望你在經濟系上多修一點 不可能各樣的問題 尤其是如果你到第四年的時候 我非常強烈建議說 有兩名課是你可以去碰 你們叫做參業主計查的程度 我王老師開的 那你們叫市場與台灣經濟發展 我是提到他的上學期 我從你老師開的部分 這兩門課前者是我說 它是你要走到應用的Campstone 後者是王大利老師提到 如果你學你都要做研究了 你會碰到Campstone 它可以結合前面幾年所學的測試 我們來深入探討一個議題 或來探討一下 廠商它是不是真的需要用到 以前學了很多的經濟學 所以弗莫爾老師說過 其實你學了很多的經濟學 有很多事沒有必要學的 他的這個關鍵是說 如果你以為來大學的工作 你大學畢業以後 你要去的是工作 而不是去做更深入的研究的話 對 你沒必要想那麼多 關於經濟學理論的問題 算得非常非常的深 但是你好歹要知道 你學過這些東西 那其實你可以應用到社會上 有哪些你可以丟到學校不管 反正論的收入中 也是讓台灣經濟發展 當你真正解決一個問題 或是你看到台灣圓文跟科技的議題 你想不然把我們的經濟學 直接去解它的時候 這才是你做研究可能 最初的那第一步 但是它也是幫你整理一下 你學了個經總經 還有你統計學的data 學的一些各種幾幾樣的方法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把它拿來用 然後很不幸的 我就是那個純純的辦 研究所必修 要把它修完 要把旁聽完了 所以各論 總論 紀論 還有數方 其實說數量的方法 入門好 正論課其實是 高等為積分 或是教育養分 還有線性代數的入門版 如果你真的想要讀研究所 然後你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會放數學 強烈建議先去 暑假的最後兩週 留下來 到正門課過數一下 它開在暑假的話 你才會知道說 你學個論、總論、紀論 是不是只有我們它主導的工具 個論 我們在把個體經濟學數學化 總論 我們就已經 我在影片裡強調說 台英式的總統 跟新古典的英武 是怎麼樣去拚這個經濟 而是告訴你說 中體背後 為什麼要從代理性的消費者出發 然後為什麼 我們可以把它延伸到整個經濟 或者像毛信聖說的 如果今天蔡英文當選 是個bad shock 而且以後 民進黨一直支持下去 會越來越壞 好啦 假如毛信聖說的 但他 要怎麼用man app 來描繪這個經濟體 各種因素 他才能講長什麼樣子 紀論 你會發現 原來以前學的 統計 是一些很簡單的 數學代幻 當你今天帶入了更多的現現代數 當你的每一個圖號 都需要寫半面 給你感動的感覺 全部把它塞在一起 他要監視的東西 就已經是個非常大的規模 他要用的方法 也是更沉入的方法 接下來要處理之後 把你的老師 要去如果把它過濾掉 或是怎麼用boost量 來一起來處理一些數據 這些可能還有點太多 但這很遠到為止 它是一條不規路 但是你要把你的 獨行怎麼建立起來 也沒有足夠的數學工具 做不到 你可能可以在大學時期 用最簡單的回規說出 哦 很棒啊 賣出的米津儀素 跟米其林素 是完全正相關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多生產一些米其林 才可以讓更多的大塊米津 如果你一直困在大學思維裡面 恐怕你一直會幹這麼做 那叫做 因果 跟相關性 把混淆在一起 但到研究所呢 你需要找到相關性 你要找到哪一個因素 才是真正的 或者說 如果你要學習 部門業的一些方法論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找到的 T-Factor 我都覺得它需要用到 各種各樣猜測方式 猜測的工具 這些東西 你在研究所的數學訓練中 會愈來愈紮實 還不信我有去 接受這些訓練 但我也沒有紮實到最後的內部 是會辦法說出一些 非常了不起的never 或者像是 跟我同志也當個幾同學 他做出來說 可以把 明朝的科舉制度 怎麼樣編滿 去討論它是不是 越來越快樂 有些東西 你需要一直很強的經濟直覺 才能夠想到一個機會 有些東西 你需要很強的數量方法 才能把數據處理完畢 或是說 你今天碰到的數據 開始有殘缺 你要怎麼樣去把它補足 這是計量二 這是研究所的課 會碰到的內部 如果你的課程在大學階段 你可能就是 做一些簡單的分析 但如果你要再往上修 你就會碰到這些內部 所以我對於課程 思考到這裡為止 會說 現在在座各位 都比我還一點是行 沒問題 我會希望你們都可以找到 至少在這社會上覺得 你有興趣的議題 你在看到議題的時候 用你現在學會的經濟學 去深入去跟自己聊聊看說 它為什麼會發生 我希望你用有一點像 哲學思維的方法 把經濟學融入你的思念能力之中 這樣子你才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你在學經濟 而不像我 等到大三 非得被壓到快爆炸的那一刻 才發現 原來我以前學得那麼有用 當然 還有更多 你們大家不曉得過 是故意跳跳的課 例如 你在跟我們親的課睡著的吉他 你的大二聖台課 翹了吉他 你有幾張課 覺得你不用聽 好像可以自讀讀會 但偏偏老師可能多說一句少說一句話 他可以點擊你非常非常多 其實還在沉睡的吉他 是的 如果你現在還很習慣挑口來說 自習不是個犯事 如果你有辦法把自己學到 跟上課效果一樣好 我絕對不會反對 但是 如果你沒辦法的話 我不希望大家覺得 上課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已經想過三四遍也沒意義 現在要拿寫字跟文化也沒關係 但是我現在真的徹底想過說 你為什麼要學經濟 而不是它是必修 它是我的科系 我過了就好 在經濟系 應該要學 我們最擅長的東西 當然是如果用經濟思考 如果用經濟去分析 所以 記得 找到你有興趣的議題 你不會用經濟學去解答它 如果你覺得經濟學不夠用的話 多修一點數學課 如果你的重點是管理 請你還是不要放棄說 我需要多多一點理論 再把我的理論 轉換到管理的議題去應用 我覺得 學經濟 我們就是強在理論強 我們就是強在思維的文化強 如果你不具有這些東西的話 那我們不但可以 我們不但可能遠數還願 那我們可能在社會裡面 連社會科學 科學兩個字 都沒辦法承受 這些是我對於 單純修課這件事情的反思 那修了很多課 他有什麼用我的愛 再提到 我們把我修了很多課 統計課程跟生活 稍微做一點點小小的結合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Specify 這是我之前聽過其他人說 經濟系畢業以後 可能你要走進入可以 但是你要學行銷 你要做資料分析 你好像都會輸給你票 那我要說 就算你再怎麼不爽懷怨 就算你再怎麼不開心 覺得他們學的都是應用 很不幸的 他們的就業力真的 比我們強非常多 強在哪裡 第一 學長姐跟學妮妹 打打出這種交道 Networking的關聯 如果你覺得 跟人互動這件事情 不是那麼重要的話 那我要跟你說 我自己明明覺得好像很重要 但是我以前一直沒有達到他 現在 我就以站在一個不重要立場來講 今天如果你遇到一個管院 你跟他說 我下禮拜要找一個顧問念人 來幫我演講 然後我好像已經要找到名單了 結果他跟你一次念出了12個名字 這12個人分別都是麥可希 BCG比較年輕的顧問的時候 你再看看你是不是細心受傷 因為你發現怎麼找好像也不下這12個 他們怎麼做到呢 他們可能提早Networking過了 他在Linking上面可能找過人了 但這就是他們的強項之一 這不是唯一的強項 這是他們強項之一 走在傳播裡面 你要知道你有問題的時候 你要找誰可以問 我們機器的人最大問題 就是太愛單打獨鬥 這句話我剛才講很不容易 那現在回到行銷移植 你要學行銷要找誰 男子 請去國際行銷行銷管理 或是去參加國商品 明明是玩一玩 但是你就會知道 至少人家覺得這是重要的 如果他在一句話裡面 跟你提到說 喔 如果我們這個case 能夠學習去年HTC 面對Apple的衝擊時 做出的策略反例 或是學習當年怎麼樣 像捷安特 或是像工學者的某某政策一樣 以及 你看看聯合立法跟PFG的競爭 說到這裡你發現你一個品牌都不知道 或是你這些品牌全部都聽過 但是你卻不知道他在講什麼時候 不好意思 你完全輸了 而且接下來的對話 你沒把它停住 你聽不懂 你提住他你覺得過意不去 因為可能你是小組七八個的情報 對不對 所以你需要知道 你要進入這一行 你需要什麼能力 事物業有轉工 行銷 請真的去認識一些國際系列 請真的認真去修過個行銷管 或是去過國商 或者你就算說你聽過人力中的大數據行銷 覺得隨便聽聽也好 至少你知道 他們覺得這是重要的 財經系 像我們說要很多要中金融 你們也不曉得在財經系 很多其實也不叫什麼應用 而是他們要學更成的財務理論 或是你說你做財務分析層面的時候 到底需要為什麼 為什麼有人跟我說 中華式必備 為什麼有人跟我說財務分析 你這樣不修某些老師的課 你這樣只會學到草原操作內容 而且 它對於你未來實習也好 就業也好 都是屬一屬二的課程 如果你什麼課都沒修過 一樣 你也沒問過任何修過這些課的學長期 就貿然栽進去說 我從經濟系四年畢業 我覺得金融業有錢 我就走金融業 那 不好意思 你跟他有畢業沒有進進去 我不能說財經系 每個學生都超強 或都很會Deperating 但至少他們知道這件事必修 他硬著頭皮 翹課也把這個課翹過了 所以他的履歷上面 他真的要寫修過課 他多了一條財貿分析 多了一條財產的管理 多一個同志學 再多一個保險事務 雖然最後一篇課我覺得沒什麼用 但他還是贏你 不好意思 所以你要學什麼專業知識 請好好學他們這些科技 把知識學紮實 知道他們說什麼叫重點 參與他們的小組討論 了解為什麼他們需要 這種團隊合作的狀態下 去討論出一個方案 就算你同一個圈圈打轉了六圈 你也會在團隊之中 留外學到一些 無法言語的事情 再來 Marketing 行銷 我再多深入一件事情好了 如果你說我就是 堅持不去上這些課 現在網路上的資源那麼多 為什麼你們從來沒有接觸過 或許我們 你說大四美接觸過就算了 我們可能沒想到那麼多 但現在一定會有跟你說 OCW也好 Cocera也好 上loop去找也好 你有太多可以看的課程了 一個Introductory的課 你也可以去把它引成很多內容 你也可以從中學到很多不一樣的知識 你也可以知道他們為什麼需要總是品牌 為什麼洗澡水油的以前可以由現在不行 但是在這旁邊 為什麼有一些人會跟你說 Business Analytics 商業分析 做一個商業分析師 你需要懂的東西 因為超過他們這些信銷知識 你需要去開始玩各種巨量 叫做Big Data 你為什麼需要學Coding 為什麼現在開始賣 為什麼跟你說要拍摺 可是你可能根本有拍摺 能幹嘛都不知道 那就是 因為現在告訴你 我們需要 除了我們需要這些分析能力外 你的資料怎麼來 如果你現在空空兩手 跟他說我要去做這些商業分析 旧的方法 咖善也已經都用過了 你進去是不是只是做人家提代表 還是你是一個能夠重新創造資料 或是是創造一些人家沒有意識到的關鍵要素 這就是Business Analytics 在下一個時代了 或者說 至少在接下來的兩年內 應該要慢慢興起 或者說 經濟系為什麼需要搞自關系 或自公系 表示說 可能以後該不會開一個學程 我覺得真的是 你該思考 資料為什麼重要 收集資料 為何那麼困難 如果你有幸碰到研究生 他可能會跟你抱怨更多 例如政府資料做到2013年以後 2014年幾乘車 怎麼可能就不見 2015年不管全部增加20% 如果你是一個自己能夠重新刷資料的人 或許也會少掉到20%的混淆 或許你在真正進入業界職場的時候 人家問你有什麼能力 可以真的從資料裡面 把該分析東西丟出來 好好跟他講解 這些資料為何重要 我為什麼找這些資料 他為什麼具有代表性 解釋的方法跟思維邏輯 一定投不開經濟訊 因為經濟訊 也是在模擬你的經濟邏輯 在Innovation 但是在能夠模擬它之前 所以請先把你的手上 充滿能夠用資料 好 那再來 最後再關於這一部分 多點一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完全不知道趨勢在哪裡的話 我強烈建議你 上國外各大著名學校的 Master's Program 去找一遍 他有什麼新的Program 什麼意思 我丟 我丟到的 叫Loggins 丟到ERM And the Crisis Management 風險管理 憑什麼開成一個鑰匙 值得想一下 Duke明年開 Qualitative Management QM 為什麼值得把這個東西 獨立於原本的General Management 開成一個鑰匙 MIT 他明年要開 MSDA Business Analytics 很多學校已經開成了 而且都已經有STEM的認證 為什麼MIT 現在決定要更進 為什麼這些官民小 都想要懂這一塊 是不是這些有什麼重點 到現在還不知道 你講實在話 我也不能跟你說我知道 我可能九成都不清楚 但是這不代表 你過五年以後不清楚 可以歪歪真正的說 我經濟系畢業 我有經濟分析能力 我就可以領付 下一個世代的挑戰 所以 重複一遍 不知道趨勢在哪裡 上國外的Masters 看看他們有新開什麼Program 想想為什麼他們需要 開這些Program 吸引下一波的華人 或者那些什麼90%的中國人 去搶這些小小的碩士學位 你可能會從中多得到一些 無法的知識 那接下來就是 修課的建議部分 很多人說金融 我不知道我金融業可以怎麼做 或是我金融有什麼樣的 可能修課也很像 那我說 如果你不知道金融可以做什麼 或是你根本的金融證照有什麼 都不清楚的話 大家一定會給你體驗一個 應該是有時候很想要證照 叫CFA 原理上 你會看到很多人都會考 很多人都會說 CFA在台灣 本土企業 好像根本沒有用 甚至有被說 CFA是個騙局 因為大家都在付錢給他 會考CFA 40%以空貨 還有一些人想要跟你說 要全部都拿到最高科目的這次 他才覺得滿足 但是 讓我說一句實話就是 這是從很多人聊天內 我都知道 CFA它靠哪些科目 或許就是你去想像 你可以修哪些科目 說一遍 基礎的數量方法 例如機率統計 經濟學 各經總經 國際經濟 換言之就是 人包圍的方法 財保分析 財務管理 投資學 衍生性金融商品 投資資本管理 這現在可能是 CFA主要討的客戶 至少我確定 CFA在問問他討這些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求什麼 請你把剛剛這些課程 好好把它拿出來 想想你是不是該修 當然 你如果連中開的基礎都沒有的話 其實你還是應該把它塞上去 如果你覺得 會計的分析呢 你要看一下 成本於管理會計 幫你去跟他們搶受學會 如果你還想的是策略 你想要當一個顧問 我只能說 不好意思 這也是我要每一問 管理顧問 你丟上的機會 好像以加拿大的統計 叫做千分之二 你加個管務設議 丟個名校 或許這個機率會幫你翻個十倍 那百分之二你有開心一點嗎 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訓練你的思維方法 我必須要強調一點的是 宣友的劉老師表示 Case Study 去演練個案 他只是在最末端去想說 我怎麼把一個案子解好 我要怎麼樣去解決它問題 所以它不重要 重點是你的邏輯 你的流程 可是我要說的是 如果你連你未來要怎麼去解決個案 連這個流程都不 你連這個解決這一罐 要做什麼時候不懂的話 你拼命的去想你這個模擬的問題 所以不許覺得不是最好的方法 永智知識 解決問題也就以失誤 以及策略顧問 方法也失誤 兩個非常強的課 一門領導學才開 一門國際西國際所合開的課 這兩個 努力大家都去嘗試搶想看 並且帶著一顆 你隨時要把我炸乾的心態 去準備這兩個課 因為他們是真正讓你從 排他這個學術系的大學 裡面真正直接接觸到業界的兩個課 同理 如果你對投音又進去 投音時 有開的時候 歡迎 但是我說策略 策略絕對不是 兩個字可以化成兩個課 這麼簡單的事 一樣 事業有人能夠 除了你在經濟系學了三則 學了策略下段課 學了產業最長的策略以外 你可以去國際系好好想想 為什麼他們有那麼多 挖著策略兩個字為民的課 他為什麼行銷都捐隨著這麼多的策略 為什麼澳美瑞克 國際或是跟神船 合開他們的主台策略課 這些人可以想一想 你是不是也可以去跟他們競爭看看 我們雖然不會在完全壓起好點上 畢竟經濟系我們的資源真的比較少一些 但是不代表你 努力上去以後 你跟人社交去Networking過以後 你還是對於怎麼申請到這些可能 完全一片空白 那這樣為止說太可惜了 你Networking真的不夠 最後 如果你要走是學術 不好意思 請修數學 分析導論 最好是數學系的線性代數 高痛過高的體積推論 當然如果你要的話 你可以三論折疑 細就它 六 現在大四有一個很強的 我選個論 他把個論在他的 應該是大三 就解決掉了 但是重點在他前一眼 已經把他的高維進去 所以他對這個脈絡是很清楚的 我建議我裡面其中一個媒體 說你想走總體 請你先懂一些 以上這些數學課 接著你要去聽總論 或者要修總論 我不反對 所以在總論之中 你這麼用ManName去解釋這些 shock 我覺得是 你接觸用工具解釋問題的 很重要的理由 當然 集計器接下來可能會 這幫ManName開箱的課程 請ManName來教 如果你們想知道這個工具 它對你未來有什麼幫助 你可以從結尾網回推 請問問經驗的所有經驗的人 ManName不知道你幫的意思 或是看看網路上那些 關於ManName的討論社群 ManName幫了他們什麼 一樣的思維 其用在你們想學的iPhone C C++ 數歲的FQL 隨便 先知道你要學它幹嘛 再去學它 最後 共同的修課建議 你如果不要走學術 這是我引用別人的建議 或許我這條沒有人贊助 但是我聽了很多在業界的同學的說法 我會說 你只要沒有要走學術 你只要可能碰到財富 請務必修總辦 請參考要不要修總辦 它只是把外界切繫嗎 或許是 但是 它切繫的這個邏輯是什麼 你需要懂 高快或許是能力保管 不用 但是中快 它是一個把它出快 瓦解下去的邏輯 請你真的務必要回 第二 第二 如果你不知道 像我跟剛剛一直說 你怎麼用經濟學的intuition 去聊天 去探討有沒有這個議題 陳國志老師的經濟學政策的應用 是不錯的 但請不要一直聽他講 請積極跟他聊天 跟他互動 你只要放用他一直講話 我相信台下不是那種一點 就是自己睡著 不然就是翹哥不來 不要浪費怎麼好客 他是修練經濟邏輯老師 如果你想要外經濟學 他背後可以怎麼運作 他多討論一點經濟的邏輯 所以吳亨輯老師的經濟哲學 如果還有拍 你可以探討跟他 或是你 如果你想知道 經濟學的那些 從各進總經 怎麼再把網上延伸 或把你各進與總經打到的話 才在取得國畢堂學 是你可以探討的 謝謝 但如果陳旭詩老師 還有拍國進經的話 他是要以各進總經 跟統計 三科都學習大師 這樣 否則他是一門 非常骨骨的運動 我現在正在修 而且不要請問好 我相信這句話 非常地說服你 再來 賽曲 你會想說 啊賽曲就數學齁 但我說 賽曲它是一個思維的邏輯 它從來不是一個 你解決問題的方法 沒有人告訴你說 我會mary induction 於是我就解決了疾況問題 於是我就解決了疾況問題 他一定是告訴你說 我看到一個現象 我當事後阻隔 至少我事後還是阻隔 不是阻隔 我能夠解決 我能夠分析得了 這個問題為什麼會發生 這是你思考的白鑼 下次遇到類似的東西 你要怎麼轉換它 請靠賽曲 幫你推演 而問我賽曲有什麼用呢 我跟人家談談的時候 就是有賽曲的問題 我一定先給你用 一定從backward induction 往回推 我一直去找出你到底要什麼 最後再把你釣魚 再把你釣出來 像看PCT的鄉民 不就是在釣魚 他們也充滿了很重要的賽律 最後 經濟系Catical 2選1 市場比台灣的經濟發展 以及採業的組織與廠商策略 這兩個課請 至少折一 真正用心認真去修 認真修他們兩個都是眾科 但是他們會給你非常充足 各種各樣的資訊 告訴你下一步 你學會的經濟學 可以怎麼用 好 以上是我 準備關於自我 關於單純端獎的部分 接下來 在你們提問之前 我先把人家已經提問的問題 先一個一個丟出來 好啦 問題一 為什麼我要成立commenter系統 我在成功裡面 經濟系的學生 不太愛擔打不動 你如果問我 如果問你一個問題叫做 經濟系有誰在投影 實習過 或是工作過 我相信應該在場很少的可以直接 很輕鬆的丟出一個名字 或是像 我說到那種丟出一串 但是 我相信如果沒有人去做這件事情 過十年以後 經濟系還是大家一樣 難打獨夠 至少我從B77的裡面 不好意思 B77的裡面 比好83的王道 以後陳彥晴老師 然後一直到陳娟晴老師 這樣子一路問一下 經濟系一向都是這個樣子 我們都不是一個 會積極去問學長姐 到底做過什麼 到底為什麼要去做這些工作 做這些工作 到底學會什麼 還有你具備哪些人力量 可以比較有比賽 我希望menter制度 可以是一個 學長姐 你先在會一點點皮包裡頭 告訴學弟妹說 你先走走看這條路 至少給你一個開題 至少告訴你他前工作 走到過這一步 或是他研究過一個議題 至少他走進了這個門 他入門了 如果menter做不大 沒關係 小而北的程度 我也覺得很尊貴 但是至少 請你們知道 學長姐每個人都是 知識的工作 已經畢業的校友 很多都是需要 值得被你們連接回來的 就像 應該是B94 是佐樂層科為學長 他說了一句話叫做 如果你在金融業 需要找誰來演講的話 跟我說 我找得到 我就派他來 聽到這句話 我一定會反應是 我一定跟學弟妹問說 你們要金融業哪一塊 你們還什麼都不知道吧 所以請季節先跟 有做過類似工作學長姐 接洽 否則 盡可能讓我的ecommenter 回下去 讓大家menter的制度 可以至少有學長簡單學弟妹 知道 種子討論 可以怎麼做 好 下一個 這是公開版 所以說實話 我的轉型契機是什麼 如果你現在在場 是想轉經濟的話 我要跟你說 第一 我以前還沒來經濟之前 我最羨慕就是這裡的學習方式 我很羨慕這邊 張登齊 潘彥 張安 陳婉彥 他們大家怎麼樣去討論經濟學 我也羨慕他們在裡面班上 怎麼樣子一直 每一次用下課經濟瓜來討論 這個議題 這麼多經濟學去解釋 我喜歡這個風氣 我來這裡以後 我也享受到這個風氣 第二 老師 對我們的投入熱衝 是真的我覺得在台大 他這裡有模型 可能很少有人能超越我 我曾經因為多說了一句說 我想了解更多個論裡面 發生有trial 模型 被王道一早上去 他犧牲他午餐時間 跟我聊了一個小時的天 關於他當時 如果在 UCLA 上出教課 解釋這個模型 我也曾經 就下課跟我放過他一夜聊 他也聊到忘記吃午餐了 我跟蔡偉晨一夜聊 大概下午多聊了兩小時的天 他大概是不怕也不用跟我多說一句 我跟王偉晨用下課時間 都跟他說說 我對他上財務經濟學 什麼的外看法 他也是一直拼拼的跟我打到說 他曾經想過什麼 現在怎麼想 我在很多關於的科系 都熟過那時候 曾經也遇過有二強老師 但是我沒辦法再 沒辦法遇到比在經濟系更多 這樣充滿熱情 會想要把你推 可以推到經濟學界 老師們 所以 這兩者是 真正經濟系對我最大的壓力 至於推力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因素 我覺得講了也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你就不說了 三 這是誰寫的 我實在是人家中文 我想聽聽看 經濟系怎麼打敗廣願 你叫他比理論就好啦 沒有 看一下 第一 這也是 跟管院某些老師講過話的結果 現在的管院那一位 過去也沒以前想的 如果你是管院學生 看到我們現在講這句話 你也好好想一想 為什麼你們老師會想到這句話 為什麼你們老師會說 你們跟學長姐的連接 已經只剩下職業們 論壇們 國商營們 不管管財營們 以及什麼尾壓或 暗線大會之類的 而沒有更多的學術 以及應用的接觸 經濟系沒有以上這些 亂七八糟 還沒有啦 這是正規的東西 經濟系沒有以上這些活動 我們的接觸在哪裡 職業 週 數 以上有哪一個是學術的 你跟學長姐一起修課什麼時候 大三以後 他有他的路要手 你相信他有多少時間提拔你 所以 請自主去Networking 這種東西你要等人家來代理 你有這個需求 你要想辦法找到對了 你說找到錯的人怎麼辦 沒關係 Network 我們不怕少一隻 我們不怕多一隻 只怕最後少他最重要的 關鍵的一隻 而你組織了一個Network 兩個人都網路連接起來 他會變成更大網路 如果你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 請來先網路進進去 再來 你怎麼當上助教的 第一 跟老師熟 第二 熊比原坑更重的課 第三 你要有非常非常高的熱情 現在原則上 我相信啦 經濟系的助教 你已經看到很多時候 來接觸助教講的 但是我還一直提倡說 當助教可以做事 原比這個多 我現在還要推翻轉助教課 為什麼助教毀 為什麼要用上課時間 在裡面講解作業 我說 那我把作業回去 錄成翻轉教學影片 或許你看的影響是花我八個小時 但是 你以後要重複看的時候 你不用每次都來敲我的便 你上課的時候 如果我一定要留 RXH給我 或是你要留上課時間 給我來講 EA Session 我都可以跟你說 如果你看我的影片一動了 你的答案自己會寫的 你不用來 因為我相信是真的會 這樣子我才能夠真正把你們打壓查影 有需要的人多留下 不需要的人 你時間給人家去做沒事 如果你一直保持這些熱忱 例如說你在跟老師 大二開始當R 大二開始跟老師進研究室 喝進實驗室 大三當個小小的RA 啊 當個小小的助理啊 大四你翻身成豬 這樣是有可能的 或是你真的有那麼多熱忱 你說 我不用拿那個錢 我只希望說寫著這本課 這樣變得更好 甚至你如果最後真正免費 一如性當你業的話 嗯 很多老師是歡迎你 但如果你說是賺一個經驗的話 OK 然後這邊請不要罵我說什麼 勞勢獨共之類的 我說了 這是你真正的熱忱 如果你沒有熱忱到這一步的話 你還是乖乖靠研究所 然後正常管道經過審核 聘用 再成為助教人 下一個 SETA號碼要怎麼學 王道堯說 請中官員每次在不會出現的時候 HELP4個字打按鈕就按下Enter 你再找不到的時候 你再多找一點指定 再找不到的時候 入Evendarc的講義 再找不到的時候請求我翻你的主教 這一塔在網路上的資源 我相信是沒那麼多的 我會希望未來的主教 是可以把它變成翻人教室影片 但這大概是隔十二網 如果真的未來打鈕 我這個空不會適合做 但是 如果真的單純不會的話 助教上更有聽嗎 沒有的話 他如果真的沒講清楚 你可以跟他 寄信問他或想起他 不用整天抱怨說 為什麼不會 而是找先一步 再交錯夜前的五個禮拜 十六個禮拜 就可以先問他了 六 我想聽更多關於老師的八卦 好 林荃現在是行政院長嗎 老毛說他在大學時期 跟林荃一起追校花 結果他打敗了 房秘老毛又高又負又酸的林荃 打到校花 現在這個校花是他 他很開心 好 第二個八卦嗎 沒問題 林明恩老師在得志 Amy Austin 被FIRE 被FIRE以後 他昨天又在做講的影片 MISSING WOMAN的問題 並且一人一人一本 他跟洛敏青當時 推翻了Amy Austin的 A一樣的小車子 好啦 不要抱太多的話 明天被約台 我們來看一下 請 懷悅讓你最印象 是各課的時候 策略過分方法於是 一定是這一段課 我說我們珍珠 其實每個人都是領導人 當一群領導人 抽在一起的時候 那種七零八十的感覺 請你自己去主問一下 領導人的中 自由領導人 如果你們沒有辦法 要有一個組織直分的話 大家也會都是在吵架 反正這中間 我不是話 我可能話最少的那個人 跟現在剛好相反對吧 沒錯 我在這裡就有話最少 但我在裡面學到很多 科幻的部分方法 加上因為真的跟一個 業界的企業配合 所以我知道 他們其實手上的資源 遠比我們豐富 我們拼什麼去說服他們 用我們的方案 這也是檢驗你學那麼多的經濟邏輯 那麼多的策略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 說服你們的客戶 八 給大一到大二 升大二選領的一些建議 第一 就只有一個最大的建議 用暑假 把你大一 撬到的每一本課的 每一點點的知識 一點一點把它分析 請把你們的基礎 打雜石以後再往上走 各種痛 各種痛 雖然你可以帶著一種 威靈心態再重新學習 的這種感覺 但是 你從來一變 並不代表你一定會 帶著正確的行態去學習 反而你把基礎 全部都打到最後一套以後 你可能在想問題的窩心中 找到新的解答 像我說的 計程車問題 還有包括說 我當時做過也關於宗教的問題 我是在極大的壓力下 在一個期末去修了太多太多研究所課 大三下研究所課 一次拿了四門的狀態下 我turn paper 藏不出來 臨民的時候要老幾把啊 什麼要跟他談話 要meeting 我找不到變數 我才終於想到 原來我以前學的經驗那麼有用 有的問我 你怎麼樣可以把這種狀態 移到大一 就發現你的經驗沒有用得 那答案就是 我願意把那個書架來一直去想測為他那個問題 或者是一些問題 你說 槍決整潔這件事情可不可以當問題 可以啊 你說 不准馬英九處境可不可以當問題 可以啊 明明是這麼政治的問題 怎麼用經濟解釋 請參考白經濟 謝謝合作 就 你怎麼認識這些人兩個人 但是 至少我先找到一些 跟我有相同目標的人 或沒有相同背景的人 辦言之 兩個字 裝熟 可是 你如果沒有從伸到熟的過程 你不會有熟變更熟 也不會有兩個網路結合的這個流程 如果你是個內修愛 像瓜葡的也像派熟 對了 那不好意思 你就乖乖做你的分析工作吧 然後 你用你的Facebook慢慢喬人吧 或許你不適合那麼多never team 但是 你在人家熱絡積極去找 其他人談話的時候 是 你只能自己一個單打不動 你會輸他非常多 所以 如果關聯轉強 強關聯這樣就好想騙他 我 都是認識人的分析 我不像本來不那麼強 但是我相信 我給你們的建議 應該是有用 再來 發現自己沒有比較利 又沒有絕對的意義怎麼辦 答案是 洗洗把肥宅 你還有開大光碗 而且這個光碗 在你找地方工作的時候 應該是真的有用 你問問看 行業重信 收了多少台大 相關科興 只是修了 初塊 中塊 可能再加個成塊塊 或無標識的成績學 就進去當他快記住你 為什麼 你還是頂個台大光碗 你GPA2.幾 沒關係 你還頂個台大光碗 你單身4年 幾片一點 幾沒交換過 在蘇社很多4年 很開心 以後你修過這些課 你還是有台大光碗 如果你覺得 你沒有這種悲劇的話 請你花更多時間想想 你有什麼東西 可以至少 可以產生比較利益 至少你願意花很多時間去想 我願意把這些東西 學雜實的 那請你努力去發展它 你早晚會找到 一個比較利益 絕對利益 這種東西 其中有天才在上面 但是天才不會手抖住 他也要做他以比較利益的工作 好 就這樣 再來 有沒有推薦大家修的同時課呢 你要修鋼琴可以啊 一學生就是 趁你修一下兩天 對啊 職場倫敵職場 是不錯 又好玩 又能夠想一些 想小思維邏輯的問題 但是 如果你是想學好玩扎實的東西的話 你可以去修等補錄 補錄 補錄 補錫 補錫 心魚腦 或是點點點 當然 練影成之前 幫助作為表達一頭的傷的話 我建議任何人就給我頭 這門課會讓你一個想技管的人 再次度一層經 你講話的人 你會比原本再強一度 你原本沒有自信的人 你會被他逼到你敢說話 好 記住這件事情 但前提是 你要投不上 走監獄你也要什麼陣仗 跟下一個問題叫做 好 監獄要什麼陣仗 你不知道的話 你去考CFA吧 如果你沒做出準備的話 知道你有看CFA比沒有好 如果你說的是外傳公司 至於現在大家看哪些陣仗 我們就到處了 關門統計了一張廟 呃 原來的話 這個我可以把它打成文字 CFA叫做 大學金融分析師 大學B.A. 製造特別Level 1 好 意思一下而已 研究所 B.A. 貨量都很不錯 黃棒棒 Level 3 超強 非常有信用 但是 這只是其中一種 你如果說四張 不要特別被認證證照的話 第二張 CFA 國際金融分析師 它強調是一個大眾化的風險管理 再來 CHFC 美國專業理財顧問 以及 RFC 認證財顧問師 這四張證照 或是 三張毛不照的證照 一樣的CFP跟CHF 加上CLU 就是特許的重力才行 可是如果你在台灣找工作 你以前考過的人 有一個很廢的東西 包括 你可能覺得他很廢 大學四年 竟然沒辦法讓你進階英文免修的東西 它叫做多益 在台灣找工作 它是有用的 你如果拿到一張900分以上的證照 901 900分 905跟909 你可能覺得差很多 對某些人來講不是差不多 因為它都是金色的 外面你會看到滿滿的馬買分 這很滿 如果你現在已經有900分 你也跨了 那張拿著 終身受用 我是只是在台灣 造反吐氣的工作 因為他們只喜歡看這種 可以亮發的流動 想想吧 人資可能一杯的美麗好了嗎 下一個 電腦前提證照的T2C 不是每一家都會需要 但是如果你發現他要他 就會 下一個 你要輕鬆一點 回軟運證證系列 它像Microsoft Excel 它絕對不是只有你認識的基本功能 它的劇集正義集 你會了嗎 花一點時間去學它 也是一個專程 Word 你到底對Word的了解多少 它自動編成一堆東西 它也有很多人可以留完生活功能 你常在跟整區域正義集一樣的 你的技術 你有用過多少 PowerPoint 你除了可以自己講PowerPoint 講藍霜以外 你面得好不好 還有 PowerPoint有哪些功能 你是完全忽略到的 考幾張認證 是認真的證照 有用的 是有用的 這是已經B.M.學跟我說的 當然 如果你是考特殊的 你要做好多特殊工作 CSIA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 以及CIA 特許定向 投資分析師 然後還有CPA 他們都很關心的 自信可能也會有用 那我講了那麼多英文字 你還是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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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說我直接要在美國當地工作 或許他也不想聊你 但是 你考試也飛過了兩集 台灣可能覺得你會怎麼樣 去美國跟某些公司 他可能是認為你是夠格的人 所以 公司到底喜不喜歡這些證照 喜不需要這些證照 你怎麼知道呢 回到剛剛一句話要做 兩個字 裝熟 認識一下公司裡的人 實行或許他會講 或是你用linklink 就算隨便亂講 亂講打鳥 打到一隻 你也可以玩 或是你看看linklink上面 這些人有沒有大膽量投出說 他有CFG基因 然後他才在幾年內加入哪一家銘航 哪一家投靈 去哪一家辦公司 去哪一家正確工作 以上 好 好 這早 這講得不錯 好 我仔細講 快講完 等下開放題 再來 一位經濟系的學生 你要幾乎具備哪些能力呢 我說你畢業的時候 你應該要有 最基本的要種分析能力 我丟給你問題 你要多用一個脈窩告訴我解答 就算你脈窩可能是有瑕疵的 你至少是完整 重複一遍 就算你覺得脈窩是有瑕疵的 他至少是完整 這是我覺得一個經濟系的人 你也應該有能力 然後 這句話是我 你出門部大大說的 叫做 如果你什麼都不會 至少你可以學習怎麼講話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學講話 你去當個保險業務 也可以去練講話 你如果在台灣社會上面工作 你連講話哪裡都沒有的話 不好意思 面試 他們最愛說的就是 最後 這個人非常過會跟我說 能不能把你所有修過的課 跟社會事務局做結合 我說 好啦 安寧 分類以後結合 第一 賽曲系列的課程 賽曲系列的課程 賽曲系列的思考的主教 然後賽曲系列系列系列思考的主教 然後賽曲系列系列系列思考的主教 然後才去主持檔論 這些東西 他練會了我們 除了要去應用賽曲 應用賽曲去解答一個 或不能解答 解釋一個問題 練為談判自己 或是先畫一張大餅 怎麼樣告訴你說 這個大餅很漂亮 你可以來吃它 產業系列 產業系列 現在我看到一家公司 一賠錢 一說他經營過難 PTT customer版被罵到 我會想到的遊戲 可能變不值得 你看到嗎 就像我每次都會特別 拿出來表演 他都一起 為什麼他的二手書 賣一個學期就不賣了 我說你從供應鏈的結構 用經濟學的理論 去找他的profit model 你隨便畫一畫 你都發現 他的結構可能沒有那麼完整 他不是一個完全的競爭市場 但他又沒有到單獨 變成一個競爭市場 他是不是在跟他善為競爭 我想說問題人不值 他覺得他做的是有善事 一件善事 可是我也覺得 他這東西根本是共益 是很不幸的 我永遠做 我永遠沒錢 我也不願望 經濟學的本身 跟很多數學的 或數量的方法的不同 他是讓我在學習新知識的時候 我思考的脈絡跟已經不一樣 但我說好笑一點 我在學 Mackenzie 7 steps的時候 我怎麼學的 我是用集合論去學的 我是去用各種家的集合 去捕捉他一條線 或是篩選掉哪些是我剛剛多慮的 哪些東西是他需要我去知道的 集合論這個東西 他把它一步一步推到最後 這樣不知道我留到的都是什麼 什麼是他這個概念的集合 然後我要怎麼樣去找他的頭兒是那個 那他正如我什麼的意義 為什麼我覺得他全部都是我需要在乎的東西 這是我邏輯的一部分 關鍾林老師曾經說過 未來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數學 數學還有數學 我們到底要是說過 實際上我知道很多訓練是 只會只有兩個課 那就是高等回憑會跟英文寫作 不過我現在如果已經數學了 就太多話 毛慶神聽過他的語表情很好 在努伴的時候跟他說過 如果這就是經濟學 不讀研發 所以請你自己涵量 你數學要穿得多深 如果你已經讀到不讀 也罷了警戒的話 再建議你可能回到實務面 看看你的產業組織可以怎麼學 可能比較實在 再來 研究性的課程 例如勞經 勞經濟學 法律經濟學 幹藥 以及包括實證經濟學 產業組織到不論 市場環境發展等等 以及 簡報課 我們把它結合在一起叫做 我的Storyline裡面的筆錢完成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要告訴你的經濟現象 我可以告訴你為什麼我要探討他 為什麼他重要 為什麼他在階級長這樣 而我是怎麼解釋他的 換成你來經濟系研討會得到 五個點 沒有四個點 不好意思 叫做 What is the question Why should we care about this 然後再來是 What is the answer How did we get it 是這個問題 現在所有東西 我們可以用這四個來寫 它也是我邏輯一部分 但在做足夠的這些小的 Term paper 小型研究之後 發現 其實這對你 這個一次簡報 要說服人 要談判 都是很重要的點 所以我說 不要因為你要走業界 你就百分之百的覺得 我不用碰學所 我不用具有研究能力 不好意思 其實老闆要讓你去處理一個case 大事滑行 你還是要有研究能力 思念性的課程 包括經濟史 明明只是讀過一份 對吧 沒問題 他在四段 他看到社會一直是 自動產生經濟學的影響 包括經濟學政策與營融這種東西 他也都已經涵蓋在我們同志裡面 那 投資學跟公司裡開專程 他是讓我的敏感 風險的敏感度上升 第二就是 我對於什麼指標 就是對於指標這兩個字 也是敏感度更加的 怎麼說 為什麼一堆奇奇怪怪的Value 一堆怎麼樣主的Propodule 是重要的 為什麼基金也要在乎什麼點 這些是經驗告訴老闆姐 再來 策略管理跟 護衛相關課程 看見幾年的賽事跟產業 他也是一條解決問題的蠻多 再來 統計與計量 實戰經濟學 勞動經濟學 論文 以及財政組織道論 這是 讓我把Stata磨練到熟的不大要角 就像2StateD2 我不相信你們每個人的IVREG 再大二計量都會用 但是你修了很多課 你會開始發現這其實是更重要的農具 最後 然後 當然 貨幣 財管 財政 還有一位阿富拉大特 2 我還沒找到他們直接用 但我希望我遲早會找到他 實話實說 就長這樣 好啦 以上是已經整條15個問題 接下來 有什麼問題 歡迎全部任何人 現場提問 以及你如果發現 直播上面有問題的話 你直接告訴我 好 有問題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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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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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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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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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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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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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一個從 Generalize 走向一個特殊化的 就是在環境時間走一個非常認為我們一個Case 是 Case by Case 那環境經濟情況比較請先從過去的Model Model 的經驗去尋找 那這一張是不是可以 那個可以這一次的系列這樣子 那我想情況是那你對這兩種方法 都有什麼看法 然後我們在實務上 不管是學術上或是工作上 我們應該要首先選一個什麼樣的方法 然後有什麼樣的方法 喔 OK 所以 不要是說 不要這樣 Generalize 我先學一套很傳統的很大一團的理論 然後從裡面拿出來 以及 Case by Case 的這個差異 好 讓我說實話 這真實話是說 這兩者完全不同 而且 在場 好 我相信很多經濟學的人 絕對不是一個Case 隨著跟邊抓出來的東西說 這是從 Generalize 的 Model 裡面找出了什麼東西 而你可以 Generalize 說 我怎麼把一個大的問題 break down 它這個過程 或這個邏輯 這個 Mind War 反面 Case by Case 你看 算很多這種過去的經驗 把它累積起來的 但這兩者反而我說起來 是可以相互相加的 你的第一個 Case 到第二個 Case 之間 你的第一個 Mind War 到第二個 Mind War 之間 你不是需要一套理論去解釋它嗎 就算你不是用一個理論 如果你把理論都變成自己的部分 那你也可以很清楚的說 我怎麼從 A 到 B 到 B 到 B 到 C 怎麼從我上一次那裡面試過學習過 再去做下一次的經驗 如果只是問我說一下 我會說碰到獵人的時候 或是碰到處理 那我會說 噢 這大概也都 以上兩種技巧 我根本都不用啦 你問我問問呢 那就是 我需要從 對方的錯誤裡面 去找出 他是怎麼樣做失敗的 我在去 把他找一個新的結論的時候 一則是建立在他錯誤上面去找 Case by Case 一點一點去找 他丟出什麼東西 我回應他什麼 他丟出什麼東西 我從 藉由其他的經驗 其他人的經驗 其他可以比你的東西來回答 第二則 我把他答問題 一樣用GENERALIZED的猜解 把答問題猜小 然後就回答他 沒有很多優略的準分 反而是相互相成分 而且我們認為其實 外面跟精神 應該沒有那麼明顯一條界線的錯誤 就是要把哪一邊猜一才一定要學哪一塊 另外一邊猜是沒有一塊 例如你來修財務最長的策略 感覺就是 你也是在Case 還可以去解決一些作業的Case 會有這種感覺 那我回答到了 你做什麼 好 我想問一下在時間分配上面 你在修了這麼多經濟上碗帶的課 以後 還有時間去修 然後時間去修 好 時間分配 好 我一定要跟大家說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就是 我是一個很糟糕的學生 我不但喜歡把學班修滿 還喜歡再多旁聽三門課 而且為什麼我旁聽就是因為這老師不准我加簽 我一定要坐到他面前跟他說我要旁聽到這個學習結束 好 我說 其實什麼都是沒必要的 第一 先好好問我 第一次先把你們該學的你們的科學好 這應該就夠了 第二 去好好問問說 學長姐修過什麼類型的課 或是做過什麼樣子的工作 學長姐 他覺得需要什麼能力 你去知道現在你有什麼課可以match你的能力 接下來或許像彥秉智老師說的 一個學期你不一定要修超過20學分 其實你就是能夠 一個學期不一定要超過20學分 除非你真的一定同意說我們雙足修 那你說 如果我們有什麼有興趣 但是不一定能夠完全同意 徵求老師同意 或是像我爸都要坐進去 他聽一整個學期 康聽一整天 你把另外一個字是學完 也是方法 你不完全覺得你時間很高溜的時候 你康聽那邊應該要捨棄的捨棄 這也是方法 所以剩下的就叫做 你要怎麼樣的妥善利益 你的大學生活 去把一種的 這些平時的時間把它壓到那邊 然後告訴你說 我能湊出多少的空檔 再去學什麼樣的姿勢 然後再去 甚至你有一些課根本沒有人上過 你是第一波體驗的 你有多少時間可以補充去體驗這些課程 我覺得這個東西 真的是因人而異 但是每個人都有值得自己去嘗試的時間 尤其是你在大二跟大三這裡 大二你可能有一些必修 額外的時間去嘗試 大三你應該沒有什麼必修 所以你有很多時間去嘗試 這是我給 最明確 所以能夠給出最明確的答案 應該是講什麼樣子 然後如果你有什麼額外的興趣的話 你不確定 看一下網路資料 看個頭下的話 幫你做一點入門 再決定要比較深入去追究它 這是 你的 我覺得你可以做 最完整的 應該怎麼講 OK 對 我想問就是 就是一個 海大學的角度 就不一定是機器 或完全不適合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 就是 不一定同這個技能 或者是 海大學的 就是它是 第一 是學妹把他 大家可以讓我們學 就知道效果 第二 可以學那些 那些技巧 就有點像剛剛提到的 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在哪 我自己可以做 對 好 好 第一一定是對 你看我說 好可以簡報課 我們每個人都需要 有高度表達能力 簡報能力 上台以後 已經使用得到 好 這個應該問題 會有很多時候 再來 其實剛剛我說的 解決問題 也有一個意思 他雖然是偏 有點像他 你做問當相 但它是一個 加過你邏輯 的重點 王道明老師說 實質上 只有剛剛這兩次 不可以學點邏輯 你問我說 簡報課 也訓練要問 國際 策略顧問課 也訓練要問國際 這兩次 簡報 策略顧問和解決問題 也有意思 這三本課 我覺得也只能訓練 文件的課程 我覺得在台大 你需要就是 如何把你這些 文件給建構起 所以 解決問題也有意思 就是值得選 再來 能夠討厭你身心 能讓你修的養肌 懂得欣賞美得事物的課程 這句話也是 你用最不錯 勉強的事例 你能夠看到 任何這一類的課 你願意修 絕對都不可以修 還蓋槓說 藝術創作 或是你是真心想要去了解 鋼琴 你要怎麼去建商鋼琴作品 這其實是每關鍵藝術的東西 只是值得去修的 我擔心是這麼做的 再來就是 跟你領域完全不同 而且你有興趣的課 那 我也會建議你去修 如果你在經濟的立場 所以去修的 合覆女化有什麼用處 就像你說 經濟系去修心理學 做到之後變成神經濟學 做不定 那你說 那為什麼會有些電機啊 滑雪 他們只來修經濟系的課 就像 像洛宇慶那樣 就被抓過來 那常見是被抓過來 或許你在 接觸另一個學本的同時 你會得到另外一個學本 為你做出復古的點 或是期待到原本 就是對這個學本的認知 或是甚至 在兩個完全相應的學本之間 可以插出新的文化 就像你能想像 量子力學現在正在拿來解釋 政治現象嗎 就是這個問題 廣東考慶 竟然可以解釋 是 這我想十年前 現在沒有什麼都會想到 所以 領域不同的東西 是你值得嘗試 簡而言之 A 訓練比較大能力的課都OK B 培養你 B 訓練你的邏輯能力的課 不包含 一本教邏輯的同事 因為我相信你修完之後 你還是沒有什麼邏輯 至少我現在看還是長這樣 C 跟美學有關 跟藝術有關 跟你生活有關的課程 是你值得修得來 D 跟你領域完全不同的課 是你可以值得去嘗試 任何人都可以去修的 我想 應該就是依照ABC這四個脈絡 畢竟我可能也是有點台磚圖 我想學經濟 想碰管理 經濟跟管理這顆牆比較多 所以我跨過去跨回來 並不是真正跨那個能力 所以我沒辦法跟大家說清楚說 我覺得任何人都該做什麼事情 但至少像我剛剛說的這幾 這什麼ABC第四個點 是我認為 我講出來能過幾年去參考他 都還是有價值 其他內容的話 建議你去問 留一點美學主管老師 AKA 不聰明 好 OK 所以還有什麼問題嗎 來 我問一個跟Metal Metal的朋友 之前有過一些 類似的組織啦 可能是 他的一個問題是 當 剛剛上次講 當然 給你知識的一把 要跟 就是被 傳送你知識的那一方 在做一些 做指點嘛 就是這種 他容易淪為一些 就是 他對特定 所以 某件事情就是 比如說 你這邊寫得不好 下次可以修改 但是我們要可能要把它提升到一個方法 對不對 我們發現就是 如果你 你說就是 單一單一的電話 那他下次就是會在犯 相似但是不同 應該說 類型相同 但是不是那麼相似的錯 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 變成一種 加入一些思維的傳送 這樣子 那我說實話 我沒有 還聲望說 Mentor 可以做到思維流程 思維層次 整體的提升 這件事情 那我真的說實話的話 你要真正找到這樣子的Mentor 是真的 像找業界的夜市 這種角色 他才可能 把你的 Overall Planning 拿起來 一般 如果有種學生的程度來做Mentor的話 你能做的只是說 我看到你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坑 或是你想要走到我的這一步來 我發現你能不太遠 我把你拉一趟 以上這兩種關鍵是我覺得 學生Mentor做的事 若是 我有這個能力 你完全沒有 我先教授給你 剩下的時間 你再抱起一顆 還放棄 去的外出行 我覺得這是學生Mentor做的事 否則 如果你真的要找到 很專業的Mentor的話 陳昌跟他弄的Mentor做的學長 我覺得 可以天天啊 做什麼啦 然後 有些人在找夜市 然後 可能有些人要把他組成社團 這些 他背後 他的原因 有他的理由 有他的邏輯在 他可能拯救的不是 像我們說這種 我只是拉你一把 跟你指一頭 就說 This way 可以走 但是你自己之後 看我可能抱他 對到我 這種事 是我要學生Mentor做的 跟那種 我能保證你 跟著我的這個設計 一步一步一步中 這條路不會出錯 一樣 這兩者不是不同嗎 這是我的解釋 好 不知道什麼 任何問題 都可以問 反正就是我GraduateHandHop的 接下來我不會有任何 這個 這樣子的人不太 這樣的人不太 這樣的人不太 還有 還是轉部長有問題嗎 轉部長有問題嗎 不動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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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 我絕對不承認我 我沒有 但是他們從不覺得我 沒有 所以 哪 誰有說服力呢 我覺得很堅持 而且等到你大三大四的時候 你學了什麼東西 你的大同愛 會塑形成什麼樣子 如果你的四年都在 Networking 都在Social的話 你大四的愛 也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 我不覺得哪個特有什麼 什麼 或許他有一些是 共同點 共同 社會科學上面 共同的內容 或是 但是 目前我們 這四個戲 還沒有辦法 連合起來 開一、兩、兩、兩 這種方法 論文科 可以 我知道 院裡法 已經有打算在未來開了 如果有機會 我希望大家是可以去 聽聽看 那樣子 你可以自行比較 或是醫仙講座裡面 你可以真正 用心去體會一下 不同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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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有真正 打到你心裡面的 不然每一個的解釋方法都不一樣 如果解釋方法都不一樣的話 不好意思 我覺得這四個戲 應該就會濃縮到誰 所以 誰是有說服力呢 好啦 我們有個真的好搭 有什麼私人 不好意思 再一次 好 好 好 這樣 上身體的話 你也不會想不住 這樣算下來換 你 那一個是 不然就演一 好 演一家 有什麼人 人家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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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快 但先不以我為立場 直接說眼皮這件事情 問題 如果一個人他四年裡面 他沒有找到一個真正熟悉方向 多乖一點他找到 這一點該不該花 我覺得該花 如果一個人他四年裡面 學習了一個專長 他說再一點可以第二專長把它學完整 這一點該不該花 我也覺得該花 人家多年一年過過幾年 如果這是 我也忘了跟他講出來 老師們說的話 你用五十歲往回看 一年差多少 你用六十歲往回看 兩年差多少 其實比人家早開始就業 可以說早點卡位 或是在你看到經濟慢慢衰退的時候 你先進去覺得 我站在這個位置 我做出我真正確認 這個位置在實習了 我比較好快 但是 如果這是馬拉松 你不用真的在意什麼 奇葩裡的落光是這樣的 除非這個機會 除非這個機會 全無精湧 其實自己做 錯過 演藝或演藝就沒了 那 沒辦法進去 可是我不相信這種東西太多 我相信的是 你如果真的覺得能力是 你真的有必要把它學完 如果交換也可以交換 我真正在我去 敞台洶洶 體會了不一樣的文化 在我從此又變成不一樣的 就是有時候一個人 他如果出國前 如果有很多事在公典 華人事件裡面 出國回來以後 他發現我的思維可以更開放 我願意接受信比很多開放 那我說 演藝在扮演一點都很值得 因為這真是改變你們在扮演的力 所以 不必再被手 打出說 演藝莫好 演藝怎麼樣 會讓你上次卡位 敵會上 有膽異這件事情 雙組雙組戲 我覺得原則上我會是暫停的 如果我有那個機會 我真正應該是把我元氣給扶回來 然後就刷掉 因為 那確實 就算我覺得教學在什麼同學 在一個之下 至少是我對一個學問 學習一個學問 最紮實 最確切的肯定 叫做我把它給扶完 我不行 當然 你沒扶完沒刷完 但你學問 你能夠證明我有這個能力 那也沒問題 因為 所以 你可能畢業一兩年 你會看你的證書 畢業證書上面寫什麼字 十年後看的事情 你會托到你上次 也是畢業生 你會一直請到的事情 好 然後誰會 推薦學成 學成 我只能說 第一個 被罵學雄的領導學成 我不是叫你們去爬山花腳 我不是叫你們去爬山花腳 領導力能不能被懸念出來 我現在是相信 你可能沒辦法被訓練做領導力 但你有這個潛在之心 你可以透過各個課程 討論激發出來 所以剛剛 剛剛說 有朋友問了 有什麼可能是 不能被取代 那叫做 團體性的課程 有大量討論的課程 你需要面對大量的自由 歧視的課程 這些東西都是會把你激發出 你有沒有這個領導 你領導這個組 或在這個組裡面 你有沒有辦法 跟大家交流出新的火花 我覺得是 站在這個領上 我會覺得領導學成的課 可能還不錯 但你要把它變一個學成 OK 第二 創創 那我覺得我很難 就是他那種學說 兩個主要的熱門學成 創成的領導 那創創為什麼 如果你是要創業的人 或是 因為你來十年後要創業 你幾年後要創業 你想要跟人家 加薪創團隊 創創OK 只是理疾人會逼你 一定要把它當作一個 Play it for real 不准做NPO 什麼意思 就是叫你做一個 會賠錢 會賺錢的公司 創創會希望做這種事情 然後花很多時間 投入在上面 我有一件事情 像社工雙經濟的俊梨 他就說過他花多少時間 包括我的策略顧問 也有一個騎生的同學 他們都是 為了創創 貢獻非常非常多的行李 但是他們從中獲得的東西 我覺得 不是我在這邊幾個小時上講得完的 甚至他們看著 快要能畢業的時候 為了創創而修學 決定全新投入在創業上面 因為他們發現 這才是他要的貢獻 原本的科系 可能不是他最主要的方向 那有一天 我以為他要回來把這個科系修完 但那是為何的事情 那如果明年經濟系跟資工系 明年或後年或N年後 開成一個跟資料分析相關的選擇 我一定也會推 第一 這是趨勢 你說啊 我不會防目追水趨勢 那你也把它當作基本功能一塊 至少 我們一方是處理資料 一方是檢視資料 這兩者 應該是不可能獲取的方向 對 所以學生 對 不好意思 我也只推得出一種的量 除非你說你要當個老師 教育學生很棒 然後 只是你要考慮的東西比較累 像我也修過教育學生 一本課 所以我就沒什麼 太危險了 但是 翻轉 只要怎麼翻轉這個教育 只要怎麼樣只有學死打 然後準備要製作 供備 供備教師之類的 你會從中學到很多國外 你沒想過的事情 如果要當一個老師 啊 OK啦 如果你沒有要當老師 要多懂教育的事情 參考 沒有 可以說一定要推 那其他 其他學程 一攤一攤 這樣的永續發展之類的 你要做得跟生物有關 環境有關 或許這也是可以 修著學程 生懂做出來 那就以上 其他就問問看吧 可能台大還會再多新的學程 對 對 社會員五百 你會倒成真的嗎 對 對 桌子已經倒 喔 桌子已經倒 對 桌子已經倒 然後 因為借為自主 所以 他會想說 好啦 我把他倒成功 好啦 我相信他就真的 只是我猜他在倒之前 會不會毒根呢 因為這是彈 對 對 還有問題嗎 或是 水波上有問題嗎 等一下 喔沒有 沒有 不過沒有其他問題 還有嗎 還有問題嗎 好 四樓 三樓 三樓 六樓 六樓 有一個一切的書庫 以前是提研究神學的證刷卡進入 不過因為現在沒有人管理 所以 風鎖中 好 有一個小方法 提出 如果沒有人有創意的方案解決 管理問題的話 看看會不會提給你 會很棒 有沒有什麼機會辦法讓人家進去 沒有書庫還不錯啊 是真的 只是現在風鎖中 有沒有很長型 六樓 這邊邊 好 沒有問題嗎 有嗎 沒有問題有嗎 欸 有嗎有嗎 不提 沒有 沒有話那 我做一個結 同時也是 這次也講 雖然前面真的什麼都忘記了沒關係 前後我呼應一下 我給經濟系大家的四個大建議 一 一 無論如何 時常問自己 你 未來到底要做什麼 無論如何時常問自己 你未來要做什麼 這叫做 先畫法再舌解 如果你連一個方向都完全沒有的話 我確定中間是有什麼辦法 你知道嗎 第一個 第二個 二 二 有空多聽聽Semina 觀測一下講者如何尋找問題 還有用什麼邏輯來解決問題 有空聽聽Semina 觀測講者如何尋找問題 用什麼邏輯解決問題 為什麼 我覺得 我們的研討論的Semina 它品質是很高的 Rudel Frey Rudel Frey他也沒說過 沒有國際 國際的討論的 印字 好 其他是我 那個人不在 不過 重點我們是在於 你怎麼樣去看他研究 而是你要看 這個講者為什麼會去做這個問題 你要怎麼去猜這個問題 我說過了 經濟性很重 主動是分析能力 他 教了你分析能力 他可以看到脈 所以禮拜師下午的Semina 我說 研究生的Semina嗎 沒關係 現在研究生們被努力 要寫導讀 所以你們也可以看著導讀 摸著石頭 或 看完導讀再知道說 喔這個講者 他正追這個邏輯來講問題 他是我們 我們的研討論會的品質 我相信你非常好 就算你是大學生 聽不懂房間的積量 沒關係 前後聽過那個故事 知道為什麼可以講這個故事 為什麼解決這個故事 是好事 三 我想 大概只有把理論學到雜實 研究 認識研究邁論 做出的分析 才會有開考的價值 我想大概只有把理論學雜實 認識研究邁論 做出的分析 才會有價值 我們很多人都會太不小心的 學造業式思考 我承認我到現在還會犯重錯 但是 但是 理論學好 你的思考 才會可以 一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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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才可以讓你思考一萬 才不會讓你斷在奇怪的地方 你做錯分析 才會有說服力 才能夠說服量 才會有價值的分析 天空之城 早晚是會垮人 不要再想著說 你背後缺乏一堆理論 狀態下 可以永遠往上走 這是第三點 四 自主學習 經濟系的自由時間很多 浪費掉的同時 你將不會有任何優勢 自主學習 經濟系的自由時間很多 浪費掉的同時 你將不會有任何優勢 經濟系就是 必修少 空閒時間多文明 現在有Cosara 有Mo 有OCW 如果你在說 我不知道怎麼學 我沒有地方可學 那就真的太可惜了 我只是這麼說 而且 憑著Cosara 憑著OCW 我相信接下來 厲害的學生 可以在自學之中 超越代表的學習 超越可能是一年的問題 可能有 再來一點 小你兩個人都可以串上 謹記 謹記 五 習慣團隊戰 不用等戲學會的動作 找共同目標 自發主讀書會也好 也好 主同好會也好 也好 習慣團隊戰 不用等一些 知識學會的動作 找去共同目標 主讀書會也好 主同好會也好 什麼意思 以前我可能還會看到 大家有個讀書會 幾個人 大家一直討論說 各間剛剛招了什麼 我們怎麼討論這個內容 如何使用 但是 實話實說 B02 B03 B04 02還好 03 04 你們兩屆從入學開始到現在 嗯 像我要像老人一樣說 我是看著你們上來 因為我很急迫 我一直看選立委 就跟變態一樣 但是 你們真的沒有這種團隊戰的武器 我真的沒有 人家說 組小圈圈不是壞事 但是你的小圈圈有學術 不是壞事 甚至你會有外部的效率 你會吸更多 用心血來接待 甚至 我會希望你們可以拉拔 一個B05 未來的大異議 你要組織讀書會 你要組 讓一群一群的人 為共同的目標 為學好與科目而努力 你的這些團體 不應該再只有所謂的活動 你當然系來系語系桌 或加個系馬系可以隨便 你都可以組成團 因為你們有你們的動物 還好 但是 你們在組成團的同時 是不是可以想一想 你們能夠怎麼樣使用 經濟的學術資源呢 不要讓我們可能的團體 只有活動 沒有學術 但你在經濟讀那麼久 沒有用到我們的資源 是真的很浪費 六 每一個成員 都是經濟系的重要資產 積極的去接觸他們 密集去never 每一個成員都是經濟系的重要資產 積極去接觸他們 密集去never 像我說的 你不知道你的目標在哪裡 想辦法通過任何的學者 你能夠通過習慣的 你能夠通過系友會 找到你們在哪裡工作的人 你可以透過認識的學長 去挖到目標這些學長也好 這些都是你第一找到的資源 你可以通過這些資源 這樣你少走非常多的願望 可以少有一大圈 去修了一大圈 有什麼器官啊 什麼的經濟館之類的 發現什麼都沒有人 而是在走到最後一步的時候 果然發現我缺什麼課 我需要修什麼課 開大美開 或是 或是 這些學長姐 可以給你什麼樣的建議 拉你一把 不是幫你鋪好整條路 而是 把你在最critical的那一步 往前拉一下 你就過格了 七 這是玩考驗老師說的話 無法按理由一面 學習經濟學跟數學一樣 沒有力 我們知道只有Footballman 所以 你從一個問題走到一個解答 你要怎麼走 學經濟的時候 你才在書裡面 慢慢翻一翻翻一翻 你會發現這條路是最快的 就是要到兩個圓圈 就是Googleman 我會告訴你 說時間好長 這條路比較近 但是它花一個多時間 Googleman 我會告訴你 有一個質疑 但是你要花很多時間 你會長追 但是你要花很多時間 但是Googleman不用吃錯誤的時候 你要怎麼把自己揪出來 對 所以 你不管說要找到問題的 其他 你要 事業結構做也好 要組學術也好 經濟學 永遠都像是Googleman一樣 你把你需要的東西丟進來 它跟它在重複研磨這些知識 曝出一個答案 從答案裡面 你去尋找 這是不是你要的 還是 在尋找答案的這條路上 發現Googleman有製作路了 你要自己創挑新路 你學會了RGEN的模型 學會MNF分析這些要素 你是不是 可以從你的這些資料裡面 找到新的解答應 8 由80%邁向99%到6 是在分享經濟中不要 由80%邁向99%到6 是在分享經濟中不要 這是我當助教 你用最大的心得 每一個人學任何一個學問 你都一定會有盲點 這也是為什麼我說 就算會了什麼 想辦法把它分享出去 分享給未來學弟妹也好 分享給同學也好 給需要的人也好 因為你在講的同時 你會越講越發現 自己是越多麼的空泛 在空泛的同時 知道自己需要補充什麼 去把自己的航點找住 把自己補充到更高的位置 你走上去的每一間 都是在拉拔別人 共享經濟 就是一個創造不治雙贏 而是多方都落成的狀態 你從80%變成99% 人家可能從0%變成50% 你說說看 又回不開 9 Learn economics with humanity and mind 學 學 呃 再重去面一句好了 Learn economics with humanity and mind 這是我改編 未來我要讀的 講話 阿姨俊平言 為什麼 學經濟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想各種各樣大理的事情 你可以想公平問題 可以像社會系一樣強調 為什麼我們民調資本主義呢 社工系一樣 為什麼我們都要管閥這些人呢 政治 它可以討論有什麼販序又更大 政治經濟怎麼去應用它 你只要帶著humanity 帶著真確能性 在你的心裏面 遭到議題 解決議題 治理人一個一個人議題 甚至把它變成你研究的專題 這些都是你可以貢獻給這個社會的方法 你就算說我最後到業界去工作 我去做管理階層也好 經濟學 沒有人跟你說啊 他一定是百科之百的知識之後 亞當斯米寫了郭福論 但是 他也寫了道德情操論 最後是 If possible think like an economist If possible think like an economist 可以的話 想想看一個經濟學家怎麼去思考的問題 你可能學費Q一開始就跟你說 Fational people think at the margin 或者是說 嗯 我跟你講 Fational people think at the margin 然後 然後 結果到頭來直接這句話 Inflation is always an area of every 看他們 這些例子 為什麼經濟學家需要把這些東西 拉拉上面掛在整邊 遇到人家就開始像傳教士一樣 在那邊開始狂傳教 欸你記得喔 經濟學家這樣講喔 我們要想編輯喔 我們要想最後一單位喔 他的用意在哪裡 他也會就像 用一個更完整的邏輯 更完善的邏輯 更完善的脈絡 去解決你現在看到的問題 去解決這社會上面存在的問題 所以 像李一廷老師說的 從台大經濟畢業 不管怎麼講你也是個經濟學家 那你趁大學時期 有是非是 看到五大小事件 可以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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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像個經濟學家一樣的思考 用一個經濟學家的邏輯去想 你身邊可以看到沒有問題 然後 逃三五的時間 大學四年五或五年 一下就過來 以上是十個建議 然後以上是我本人的一場 不代表我會很合一番 好 就只代表我本人 然後 請不要把我的遊戲全部疼下去 如果你聽完之後覺得 我根本在胡言亂語 恭喜贏的思辨人類應該先好看 那你想想看我錯在哪裡 你要怎麼改正它 才會讓你變成變同 好 那這是我的Graduate現場 我五年裡面 應該最想跟大家講的東西 就在這裡面 那謝謝大家的參與 那我就想結束 謝謝